嘉义市阳明医院今天举办20周年庆感恩音乐茶会 院长谢请香表示 他做擅长的骨科、内科及心脏等科 守护市民健康、市医护卫家人 投入一文公益将不断精进 才能继续成为最受民众信赖的地区医院 我妈妈在阳明开刀住院 照顾很好 议员副大伟说而副大伟的 妈妈今天也回到医院参加茶会 特别感谢医师的照顾 而资深医员吴尚明更握着谢院长的手说 我的身体都靠杨明照顾 是我们家最好的家庭医师 这项感恩音乐茶会 今天安排嘉义大学音乐系学生演奏 邀请市长图形者、立委李俊逸 以及陈嘉惠夫妻等人参加 宾克林吉更有不少康复的病患回娘家 现场也展出20周年历史回顾海报 场面温馨 谢锦翔说早可升格为区域医院 但他选择做擅长的科别谷科 内科、新疆科及附健等科的地区医院 加益人口老化快速 他希望多关怀照顾老人 他了解医护的辛劳、医院护理人员薪水 都比其他医院要高一些 使医护流动率低 文件感谢副院长李孔佳等团队伙伴及妻子 许雅文一路走来的支持 他说李孔佳开脊椎压迫性骨折一截 只花20分钟 病患上午开刀 下午炸床 一日可出院 连林口长跟医院骨科部部长都率队来交流或指导 不断精进医术求进步 才能继续成为最受民众信赖的地区医院 嘉义市阳明医院 今天上午举办20周年 请现场有历史回报海报 与历年来基优获奖记录 记者唐秀丽摄影 分享嘉义市阳明医院 今天上午举办20周年 感恩音乐茶会 吸引宾客云集 记者唐秀丽摄影 分享 嘉义市阳明医院院长谢景祥 徐亚文夫妻平日热心投入地方公益 艺文活动 颇设好评 记者唐秀丽摄影 分享